174 《蘋果日報》欠交罰款輕生女子被捕 2015年7月27日港文A10 本報信 《我增好多人錢》 一名聲稱周身債無力償還的女子 作凌晨燈上深水家 周街一撞舊樓天台危坐 並報警聲稱要跳樓 警員及消防員直報到場後 迅速將他勸服及送院檢查 並揭發他因為欠交政府罰款而被通緝 於是將他拘捕 女士主姓盧32歲 報住深水渴蓮 街 作凌晨一時許 他突然情緒激動 首次距離住所大廈約400米外的通宅街 292號一撞舊樓天台危坐石波 然後致電報警 聲稱想跳樓 警員及消防員直報趕底現場遊說 勞女聲稱因欠下很多人金錢無力償還而欲尋死解決 經短暫勸喻後 拯救人員迅速將他勸服反會安全地方及送院檢驗 調查警員並揭發勞女欠交政府罰款而被通緝 事後將他拘捕大署調查 記者謝致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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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記者謝致輝